她也是丑面羊是不错 性格也是不错 她还是丧偶的 对我离婚的规见不着 离婚说天花烂嘴 都是两人有责任才离 有异方能压下来 不至于离婚就完蛋了 她那种认劳人认怨的这种性格 50多岁了还在打拼 只能去佩服 这样是真一忧的 啥事她能往 她不会往后缩 自从看过咱们的相亲节目后 李大哥对勤劳朴实 秀爱会中的杨大姐恋恋不忘 于是鼓起勇气找到弘扬 希望能抱得美人归 那今天李大哥的追爱计划 能否成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时候我有个对象 我俩在一起出了 三年多前四年 但是我俩在一起同居了 但没办结婚 能正义 没办酒席 她已经就得病了 从部队转业后 李大哥便认识了当时的对象 两人恋爱三四年 并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 还没等到谈婚论嫁 你又就查出了不治之症 给北京还赚十四五万 你给他看病 在北京花了十四五万 对啊 协和 原来在洪杰我有个房 后来得病完 我拿治病也都卖了 为了给你有治病 李大哥几乎兴其所有 只可惜天不遂人愿 你有最终还是撒手人还 虽然换了个人才两空 但李大哥从不后悔 农村那时候条件差的时候 完了背着我新给买的手机 都卖了 告诉我不喜欢手机 实际他导出两千多块钱 跟我父母就无意了 所以我们看人吧 在我心中 确实 对我来说 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人 说起去世的女友 李大哥依旧是满眼的 不舍和留恋 随着这段刻骨铭心 爱情的失去 李大哥的心意也随之而去 以至于未来的十五年里 一直无法从伤痛中走出来 直到2017年 李大哥终于走出阴影 在朋友的介绍下 开启了一段新的感情 他批我小十二岁 带个女儿 在一起接触 能有一年半呢 完了又散了 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 但是老夫少妻问题 还是很多的 最终两人因为带个问题 遗憾分手 如今在找对象李大哥 明确要求 年龄必须得相当 对女方没啥要求 什么有没有养老保险 有没有医疗保险 这都不所谓 他对我不离不弃 我就给他负责道具 没有养老保险 我不怕 没有医疗保险 我就是他的后奴 我就是他的医疗保险 还有杨老保险 李大哥可不是在画饼 人家还真就相中了 上过咱们节目 没有医保 没有退休金的杨大姐 叫杨继 要说李大哥这眼光确实不错 杨大姐漂亮又能干 18岁就跟着家里人 干熏酱店 卖过凉粉 开过出租车 开过饭店 干过二手旧屋 总之啥挣钱就干啥 他也是丑面 是不错 性格也是不错 他还是丧偶的 对我离婚的回见不着 离婚的说天花烂堆 都是两人有责任才离 有一方能压下来 不至于离婚 他那种 认劳人认怨的 这种性格 50多岁还在打拼 值得去佩服 这样是 真有点啥事 他能往 他不会往后缩啊 要说李大哥对杨大姐了解的还真挺透彻 了解完李大哥的诉求后 红娘又马不停蹄去见杨大姐 杨大姐目前开着一家熏酱店 虽然每天洗澡摊黑 很是辛苦 但能得到顾客的认可 杨大姐还是觉得挺知足的 虽然没有劳保 但杨大姐依旧能靠着勤劳的双手 创造优质生活 红娘简单把李大哥的基本情况 介绍给她后 杨大姐同意跟李大哥渐渐给彼此个机会 见面后 杨大姐对李大哥的感觉还不错 很丑的不凡 真是不凡的 挺栗子一个人 杨大姐对李大哥的感觉还不错 李大哥却想打了双的鞋子 粘了 看大姐本人跟大姐在电视上 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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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怎么差呢 就是 有个人是在外边放车 锤一日赛 就面赢 想小锤 上回相信杨大姐苗梅画眼 还涂了个小火红 这回时间太匆忙 实在是没时间整那玩意 那么看到杨大姐的纯素颜后 李大哥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大姐今天就纯素颜 我喜欢啊 我喜欢这个 化妆 要化妆 要化妆 要 喜欢纯素颜呢 对 能看成一个人的 别人 对不对 那演员上能不能过去 哎呀 这是不是还挺好啊 哦 要想找人 就是一无既往的 对不对 哪有三下一 你三下一都何必这么费心啊 虽然杨大姐看上去有些憔悴 但李大哥依旧坚持自己的选择 并决定跟杨大姐好好闹闹 你哪年出生 我六八年 六八年 你哪年呢 差四岁 你看我说他叔叔的吧 嗯 对 叔叔的 因为这晚两日在一起吧 跟孙大睡小 没有关系啊 也不用孙大就先没 睡小你就能活到老去 对不对 你阎王路上无老少 主要就是看俩人生活当中默契 大可比你少少几岁 这点你有没有答 任肖挺介意的啊 但是今天好像看着他 他把事给忘了 哦 你不介意字不大小的意思 好像是 我是对你那些没话说 我对你那些他说 我就不单独点你了 不单独点你了 你没有医保 没有洋老婆险 这个都不是事 我就是你一老婆险 也是你洋老婆险 哎呀 好厉害啊 看来李大哥是王八吃成坨铁了心了 为了给杨大姐持下丁心碗 李大哥再次拿出了自己的成业 这是车子的本 这个我知道 我刚考完加速三年 这是房子大本 也是李海铭 李海铭 嗯 这点我就一进屋看着拿过去的 哎呀还行 给人一个定心碗吃吧 抽烟 抽点烟 你有一个镜头 哪个镜头 突然心碗是一个镜头 然后问什么都恰当 然后你突然这样 我把我让你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问题我就打麻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把我把你杀 哎这个镜头 那咋吸引你了呢 就那个镜头就差 哎呀 你是觉得他那个镜头好看呢 还是咋啊呀还是咋 我一手就还行 啊 就自知之明 哈哈哈哈 李大哥的诚意和幽默表白 成功拨动了杨大姐的心弦 对于李大哥抽烟的爱好 也表示接受 两个人的心在相互理解和包容下慢慢靠近 就在红娘以为好事将近的时候 李大哥提出的一个要求 让乡亲气氛紧张了起来 我忘了一个事 我要得登记 登记那个好像我要做不到 这一点 因为我要是登记的话 我那房子要上交 交交吧 杨大姐现在住的是公租房 如果登记 另一半有房产的话 她的房子就得被收回 因为这一点咱 我不能说英雾你把我的住处给整没了 为了消除杨大姐的担忧 李大哥再次拿出诚意 李大哥就想找个老伴结婚 他的事实过日子 宁愿拿出房产也不大火 看着乡亲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红娘赶紧出马 左右逢源 希望双方都站在彼此的角度考虑问题 李大哥的意思是 比如说咱俩就是这个事都已经定死了 对对对 就是你认准我了 我也认准你了 说杨继红这辈子 我就是跟你过了 我也就不可能我再找别人了 咱俩就是生一块死一块了 然后你们俩再登记再结婚 然后大哥的意思是 你那个房子虽然说我跟你登记 你那房子没有了 但是我也得给你保障 这个房子我就过你名 是这个意思 对 大姐的考虑也是正常的 因为大姐不可能是一时冲动 一登记 然后我自己没房子了 回头咱俩再处不好 你再跟我一离婚 我啥也没有 我那房子都没有 没地方住了 那我俩互相都得 她得把我了解头 我都把她了解头了 才能忘记起走 对 在红娘的吉利说话下 杨大姐终于有所动容 登记结婚这事 你是不是也能接受 可以 这个但是前提 必须得是看好前提 才能走这一步 那当然得看好 谁也不能这么大岁的 这一步都没看好 那你就迈出去 那我都不能同意 对吧 那肯定是 那有小孩干的事吗 那都不 经过小红娘的一顿调和 两人同意各退一步 眼看时机已到 红娘趁机在家把火 既然两个人都对 这些原则性的问题 大方向上的问题 没有什么意义 那我觉得你俩就好好处 是不是 先了解了解 接触接触 然后 那就希望你俩 能越走越好 是不是 也能见证说 你俩有一天能登记结婚 那行 必须把你们找到给下来 对 这样就看了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迪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 接触 接触 我 看你 的 是